今天做一个鸡蛋炒红肠 家里今天没啥材料 就剩个红肠还有鸡蛋 就当午饭吧 先把这个红肠切成片 打两根鸡蛋 打两个鸡蛋完了 再弄两半蒜 给它整成丁 放到鸡蛋里 这样鸡蛋炒着有蒜香味 切成丁放到鸡蛋里 然后之后放上盐 鸡蛋里放些盐 然后给它搅拌 因为那个香糖是红肠是咸的 所以就不在那个锅里放盐了 这样那个红肠就更咸了 直接就在鸡蛋里放盐 然后把它打均匀 再切点葱花 因为你毕竟是炒香肠嘛 得有点葱 切点葱花 鸡蛋 炒鸡蛋炒熟 有点葱花 然后换上葱花 炒出葱香 炒好了 这个香肠 你炒到它有糊度 它变成碗软了 这就好了 变成这样子的 就炒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炒就糊了 OK出锅了 可以的 鸡蛋炒得有点碎了 红肠炒 红肠炒一道就做好了 简单又方便 好吃 你吃吗 儿子 你吃啊 嗯 你看 哎呀 字幕包 字幕提供